Lets go The way that you pop girl Makes me go cry Show me what you got Girl 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有和大家見面 終於我又回來這個channel 今天我只是教大家一個期待已久的video 就是我如何剪輯我的相片 沒錯 就是很多人都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其實我用的apps 我猜大家都會有用 離不開都是那幾個 只不過我用的方法 是有些特別的 因為 我會 很努力去研究這些apps 究竟真的怎樣用 所以其實我 用了去都是只用那幾個apps 但是 你們平時看到我instagram 裡面的照片 其實呢 全部都是用那幾個apps 去 edit回來的 今天我就會教大家如何 好像我一樣 用這些apps 去完美地 edit到自己的照片 很簡單 我的照片呢 就是 用 通常呢 通常呢 我就是用這個 fiscal cam 打好一點 用fiscal cam 然後我會用 instagram 不過它不算是一個 執照的apps 通常都是一個 就這樣 上載自己的照片 因為 如果你用instagram 你一不就 完全不 edit 就這樣用instagram 裡面的 執照的照片去 去執照 不然你 double這樣 執照一次 譬如你自己執了一次照片 然後你在IG上再執照的話 可能它的質素就會低了 所以我通常都會直接 上載的 就是我不會怎樣 亂教instagram上面 那些執照的 按鍵 那我會用after light 但是我最近比較少用 因為我發覺 after light 和fiscal cam 有一個共同 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們 它們的filters 會令到你的人 本身都變黃 所以 它對於執景 或者執一些比較 可能沒有人的照片 會是 因為是挺好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要執照 有個人的 可能自拍 那你就要小心點選擇 那些filters 不過呢 如果有些喜歡很 蒙 蒙蒙的 Fade out effects 然後 有少少顏色 清新系的人 after light 是一個挺好的 app 那我一會兒就會展示 給你們看 究竟怎樣做 我還有用很多apps 就是 Fade Fade是一個 超級無敵好用的apps 為什麼它好用呢 就是因為 Fade 裡面的filters 不會令人的樣子變黃 但它又同時去到那種 有少少Vintage的感覺 所以 我平時 譬如說 有很多照片 我都是用它的 因為 它將人的膚色 和背景上的顏色 的比例中和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挺不錯的apps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如果我想 我的皮膚看起來好一點 然後有一種好像 怎麼說 有一種好像 比較滑滑的顏色 的皮膚 就是 之前如果大家有看我的 就是我 IG 我有些 比如說 比基尼的照片 你不想看我的皮膚是 太過實 你想是滑滑一點 然後 整件事是 比較漂亮的 我會用這個 Facetune的apps 它很有趣 它好像一個 刷子一樣 有得這麼滑滑的按鈕 然後 它有一個刷子 可以這樣擦擦擦 就可以讓皮膚變得很滑 待會我會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另外有一個 其實大家都很拒絕了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 本身 你的 你的 相機 iPhone 照片 那裡 其實是有收拾的 不過很多人都不懂得用 也不知道原來是這麼好用 因為 其實它裡面 它有的 是很好的 我 一會兒 都會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那你們就要知道 其實是怎樣 用 沒錯 另外 有一個 全城竹目 最極度 無的期待的apps 就是 尾塗手 大家都會用 這件事 OK 是 不能離開了 怎麼都會 撿一下自己的樣子 然後 然後 維修一下臉 這樣 但是尾塗手 我 我會 我都 我是會用 但是 其實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女生 都 什麼叫很多不同的女生 我看到有很多人都有用的 所以他們用的方式 就 可能是不懂 或者沒有什麼研究過 那樣 所以有時候 那個量會 誇張了 我都 承認的有時候 我自己都不在意 有時候 你 你 你 整瘦臉時 可能他會長了 那樣 是 有時候 顧著撿自己的時候 是看不到的 但是 其實呢 用尾塗手撿照 是有 技巧的 那技巧是什麼呢 我等一下 就跟大家講解 那你就會知道 下次怎樣撿照 才可以撿到 整件事是 自然 但是你又瘦了 稍後再多謝我 大家好 現在大家進入了我的電話 我們按入照片 再按Edit那個按鈕 等我按Edit的鈕 按Edit的鈕 就可以進入這個頁面 下面有選項 你可以按這個三個圓圈的鈕 它是調色 旁邊是調光度 不同的暗 暗 暗 那些東西 現在看到我在調校 這個方法 是非常好用來撿照 因為它不會影響照片的解像度 你的resolution是一樣 但同時做到有效果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選用 這個iPhone built-in的 工具去撿照我的照片 那好吧 現在就到用Afterlight了 這個是我之前去吃雪條的時候拍的照片 那我就進去選擇了一個叫Russ的效果 它就是一個filter 它就是比較會令照片淺色了 然後我就 玩去其他的功能 例如 Contrast Frightness 這些東西 令照片看起來 光度高一點 但是 那個 野色的顏色都仍然保留在這裡 我通常做食物上 都會用到這個Afterlight的 對 就好像現在這樣 不停教一下自己玩一下 其實教一下 你會找到一種風格 你自己喜歡的 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就到Fate了 我正在展示給大家看 它不同的Preset 有不同的Clean 它 一些效果會是怎樣的 它本身已經會 展示給你看 每一個效果是怎樣的 你只需要選一個你適合的 然後你再 慢慢去自己調教你喜歡的光度 然後你喜歡的暗度 然後你喜歡的效果的強度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我選了一個效果 那我就會開始調教它 用它也是它自己下面的選項 那我就會去教它 究竟我喜歡光一點 紅一點 暗一點 黃一點 黃一點 綠一點 好了 那就到Facetune 那剛才我跟大家說過 Facetune就是用來令到 皮膚比較輕鬆 然後我就用我的手來做示範 那手有很多紋 很多血管 那你也可以用Smooth的按鈕 把它揉走走 它們 看起來就會很Smooth 也可以放大它這樣揉 那 它的細節位置都會不見 但是這個動作就不要做得太多 那我在這個影片裡面 我就會做得更好 讓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效果 但是 在你們自己的照片裡 你不需要做到 那麼Smooth 那麼假的 好 來到晚中期待的尾桃修修教學了 那麼 我平時用尾桃修修修的技巧是什麼呢 就是我會盡量跟著比例去做的 例如說 我的面型是闊的 那麼我就不會強勁推 令自己的臉變尖 我會像現在這樣 跟著我的臉的形 去推出我的臉 那麼你就不會去到一個太過誇張的效果 覺得 噢 用同一個 那個 用來瘦臉的功能去做 調整 調整 我的臉部 令到它呢 變成 我想 呃 呃 呈現出來的效果 其實在眉桃修修修上面 所有工具都是通用的 那譬如說 你想要用 acne 那個 即是用來弄走暗瘡的東西 去弄走一些 你不想要的 可能是黑影 等等 或者你會用 dark circle 即是你的 黑眼圈 去弄走一些 不是 去弄髮一些位 這樣也可以的 好了 那這次呢 這個video就完了 多謝你們收看 還有希望你們喜歡 播一下歌 會 sprite 會